今天主題是復活和審判 主題是復活和審判 我們都要復活和接受審判 我們在《鐵開友人福音》第五章 第25節開始 我們一起讀第25節 開始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時後將到現在就是了 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並且因為他是人 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命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稀奇 時後要到凡在焚霧裡的 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我憑著自己不能作什麽 我怎麽聽見就怎麽審判 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來自見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我知 這個講到 時後將到 凡在墳墓裡聽見 耶穌的聲音就會出來 所有的人就會出來 所有的墳墓都會全開 其實地會很大的改變 聖經說到最後期的時候 所有的城都都裂開了 全世界的城 從來沒見過這麽大的地震 將來也會更多 你看到中國四川 這個地震不會是唯一的地震 是會越來越多 這是聖經所說的 三盤子在一個很大的地震區 這個地震區的結果是什麽 我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 我希望神到時真的感動你會做的 就是在地震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知道找不找得回 去哪裏 有幾個人生存 我不知道 但當你生存的時候 你會去救人 和傳福音 去救那些人 第一就是幫他們 不要計較 哎呀我都未有東西吃 我都未有水喝 然後你想到那些人 炸在石頭是很慘的 你去救他 幫他出來 但你都告訴他 聖經的語言真是應驗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 我看到那些人 這幾天的話題 經常都在說地震 在說地震的時候 我都告訴他 這是聖經的語言 告訴他 這是警告 耶穌快要回來的 而這些所有的災禍過了之後 然後耶穌回來了 回來的時候 所有的墳墓都出來了 所有以往的古人 全部都出來了 都要聽見他的聲音 行善的 就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這個我們今天念的經文 就在我已經指的上高 我們一起再念一念 約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節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約翰福音五章二十九節 再念一句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約翰福音五章二十九節 我們唸聖經最好就是唸章和節 如果你唸不到 你唸章 怎樣唸章呢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一章一章 會這樣下 有個印象 你記得這個經文 譬如上個禮拜 但是說到薩瑪利的婦人是第幾章 第四章 第四章 第四章那裡說到我們敬拜的神是用什麼 用心靈和誠實 所以第二有人問你 用心靈和誠實 在哪裏的聖經 有人說 第四章 我們起碼都知道第四章 那是 就是能夠立刻知道在哪裏 所以記聖經 其中的方法就是用哪一章 我們這裡就說到 再念一字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得罪 這個行善就不同普通人所說的行善 有些人以為 就說我走過幾乎給錢去 這個都不是錯 都是好的 不過呢 聖經所說 就是按照聖經的模式去行善 也都首先你自己是有耶穌的義在你身上 就是耶穌赦免你的罪 你求耶穌赦免你 如果你只是做好人 你上不到天堂 因為我們的好人都不夠好 全世界最大的好人 當他幫人的時候 如果你問他 他真心說 他裡面也會有驕傲 他覺得 很厲害 人們稱讚他 全世界都沒有 捐了這麼多錢 幫人真的幫得很多 當他有這種驕傲的時候 在神面前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帶有罪污的 如果他不信耶穌 他不感激耶穌 他已經犯了這個界限 所以他所有行的行為都是不完美 而我們實際上 我們想回 我們什麼時候都是 幫人 要麼是驕傲 要麼是不耐煩 很多時候都會帶有罪污 行善的意思就是 遵照神的吩咐去遵行 那麼我們驕徒做 也就是有不完美 但是 當我們求主耶穌 赦免的時候 他就會赦免我們的不完美 你留意一下 人人都有罪 我們就算做好的時候 也帶有罪污 那就不如犯罪吧 有沒有分別 他們又犯罪 我做好事也有犯罪 那也是罪 他也是罪 不如全部犯罪更好 是不是一樣 那些人 他們一直犯罪 就算我們做好傳呼音的時候 也有些不耐煩 那些罪 跟他們特意犯罪有分別嗎 是有很大分別 這是帶有罪污 因為那些罪你本身做 是做神的吩咐 是行善的 不過你做的時候 有做得不完美 那帶有罪污的時候 你求耶穌射免 他就會射免你 那樣做的好事也一樣 全流的 神一直紀念 而你真的信耶穌 而行善的後果就很好了 後果是什麼 復活 他會得到永生 那時候 忽然間 改變形象 我昨天見到一個人 他 他就是動手術 他一見到我進來 他就告訴我 他是信耶穌的 這個人 他說我昨天飄去這個地方 他說很漂亮 看到很遠處 很漂亮的 一座山 發光的 閃小亮的 他說 你這個感覺是什麼 他說 我覺得開心 覺得平安 我覺得你是見到天堂 不過還沒去到 即是正在去 正在去 正在去那個地方 我鼓勵他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經歷 就是當他死了之後 靈魂會出竅 他就會 那種手術 怎麼會死呢 有些人就是 就是他那時候 他就 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他心跳停了 而有一種 人有時候 在一個昏迷的狀態 都會靈魂出來 他就出來 他就飛到那個地方 你想想 有一天 當我們的靈魂出來的時候 真是飛到耶穌那裡 看到耶穌 很開心 因為真是 全世界都沒有一件 好的事情 而我真是重複又重複 看到 我見到病人 也有幾個 以前有一個 他說他自己 由樓上跌下去樓下 跌下去石屎地 跌下去就死了 石屎地 石屎地 無論地 死了 他自己就浮了出來 他就看到他的兒子 在那裡 後來他又生了 他就對耶穌的愛心 是加強了很多 另外 又有另一次 他又見到耶穌 上了梯級 看到耶穌很充滿榮光 我見到病人 也有不同的人 告訴我 他曾經有那些經歷 剛剛有個醫生 我說 那個病人 他說見到這些經歷 他說 我周時都聽到有 很多醫生 護士都會聽到 這些事情發生 人死了 就不是結束了 我們真的是一個靈魂 靈魂是永存的 當一個人死了之後 靈魂就會出來 如果他信靠耶穌 他會去耶穌的路 如果不是 他會去地獄 所以如果你關心自己 因為我們在世上 都是幾十年 很快就會過去 但永遠 在天堂 完全沒有擔心 一切的憂慮沒有了 充滿喜樂 你說多好 在這個地方 我想任何人都去到 都不想回來 不過我去了 我真的有這個心 我喜歡回來 不是我喜歡在世上做人 我是喜歡回來告訴別人 如果我去了天堂 我會求耶穌 耶穌讓我回去 幾天也好 或者讓我回去十年也好 我要回去告訴別人 我看到天堂是多麼好 神會聽我們祈禱 有些人去到 耶穌問他 你想回去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機會 跟我來 有些人都沒精蕩 我可以去到 自己掉派紋 沒有人都快一點 對啊 先看